她是生了孩子 六个月开始做这个戏 现在孩子已经快进去 但是我真的是 特别喜欢那个丫头 曾经有一种想法 是做成黄荣亮的 我们那个拍的时候 她还复活呢 大家好 我是《大唐狄宫案》的导演 李云亮 我是雷霆 在《大唐狄宫案》 这部剧中担任剧本总监 我是金鱼 在《大唐狄宫案》担任编剧 主创揭秘幕后支 选截片 单元剧的演员 谁是第一个定的 因为她那个当时最快 最早就要拍的 第二个案子是第一个拍的 对 小天她是我们剧组里 杀青以后来复拍的次数最多的 都快一年过去了 还有我的戏 谁是来救场帮忙的 大部分都是 包括林家川也是 我还以为要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老实说你看 这么努力老活不了 谁知道人家活 我们那个拍的时候他还不活呢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说好了好了 我们这戏又好卖了 感觉开玩笑 陈都林是因为刚好在横店所以拉来的 当时确实陈都林是在那个哪 在横店 但是她好像不是完全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她合适 我说她最下落的角色 很好看 身上又有点刚劲 谁找来的 这个好像也是一维推荐的 都林演得很好 我一直 我说她很 她老公说 她我不红 我没有多红 或者这回 我们这个没完 我前段时间 她那个戏 我说 这个是真红了吗 但是我真的是特别喜欢那个丫头 我觉得我们所有全组的人都很喜欢她 为什么喜欢她 她少年老成 有她自己稳的那一面 而且她也很宽容 她不会有太多的 什么高低贵贱这种区分是没有的 而且她的一个态度就是 就是学习 她就是酷爱 她不是说 我给你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我来学习 或者说 我碰到这个事来我学习 她是没事她就想学习 因为我们这一边老幻演员 她就能看到很多人的表演 我经常拍摄拍戏 她就坐在我旁边了 我说你怎么又过来了 我说你怎么没戏啊没戏 她说我来看一看 看所有人的表演 看我们一面面拍 看我和一维聊天 她每个都听 她不是说看见只有明星来她才来 她已经都杀青了 而且那些演员都不 但她一直在学 而且她做得很常识 她不是说偶尔来一次 导演 我们关系处得不错 我们来探探班 不是这个 她就是来学习 那一般人那边拍戏都够累的了 然后回家都休息了 她根本都不会同我说 答应我来探个班 她不会的 她就到时候 你就一回头 她就这样坐着 我后来我说 这是我们组的跟组演员 这是真的跟组演员 难怪现在都说她演技好 太少了 你知道吧 你碰到一个这么热爱学习 你不可能没人不喜欢的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的 最后聊聊讲义 她是怎么选的呢 这个演员也是我们多年 她又会演戏我们 她跟一维林家川 他们也是同学 她年轻时候很火的 她那时候拍了无数年轻 她也是个很轴 就我老说 你以为他们的朋友都是很轴的 但她这个角色呢 因为一个是我需要一个陌生面孔 因为这个人物是要隐藏的 你要真的把她换成 张如云这个礼词 观众一眼睛就是她 那个有什么意义呢 主创揭秘幕后之一 剧情片 咱们在改编时做了哪些取舍 我其实发现小说里面 其实有一些内容尺度还挺大的 所以在影视化上呢 就把这一类的先去掉了 还有一些就是像黄金案 还有与人传说 还有七平案 还有红婷子 还有包括空葫芦 招云管 基本上是从原著的这个改编而来 或者是说从它的直接灵感 启发而来 封印案其实它的这个原型呢 也出自这个空葫芦这个案 但是那个空葫芦里面呢 丢的是一条项链 然后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 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印 黎明双杀案 也没有借鉴多少内容 但是这个它的案件的核心 其实还是来源于我们高工 创作大唐敌宫案的这个初衷 就是这个依法治国这个精神 咱们整个项目历经的周期是 这个问题真的应该问 我们那个主笔根据 它是生了孩子 六个月开始做这个戏 现在孩子已经快成熟了 创作过程有多难 你光想出几个点 你在过程中想生发这个细节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细节不够 你就退不出来 到了拍摄期会好一些吗 一直在改 因为你想象的那个东西 这是你想象的吗 但是不是所有的颈额 可以按你想象的大 这个颈变成这样了 那个戏得调整 马荣这个角色 在原著中其实是个男性 为什么剧中换成女性 你要跟乔太俩 他一模一样 他们重复了功能 是吧 所以这个自然就会把它 说把它改成一个女孩吧 也 但是马荣也不能太女性化 曾经有一种想法是做成 黄荣那样的 但是他就会跟曹朗有点强 所以就做成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形态 你推推我 你推推我 你一碗凉水就看到底了 你有什么可推的 K 狄荣 狄荣 我跟你啊 没话说 马荣对狄荣的感情 到底是怎样的 他不愿意 有女的靠近狄荣 他是这样的 但他绝不是吃醋 就他可能不知道男女之间要发生什么事情 才能成为爱情 又单纯 其实又可爱 档安重点讲一讲 我们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红颜知己 只以性别方式存在 就是我安慰安慰你 我让你松弛一下 并不是 他有非常独立的认知 和独立的判断 以及他在智力上 他在情感认知上 都对敌人节是有推动的 而不是只是辅助的 他是有推动的 说是应该写成一个战友 并州小调在全剧中经常出现 它的功能是 山西就是并州 是敌人节的老家 对 所以并州小调等于就是家乡的小曲 其实是它也是一个 我们这里面勾连这三个人物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刁小关这个角色很多人非常喜欢 他的故事有什么寓意 他们谈的就是我们现代人才能感受到的问题 就是到底是快意恩仇 还是要依法办事 没有快意恩仇 有时候好人就是在受委屈 所有人都快意恩仇 这个世界就乱了 所以我们的舆论 有时候我们说 这个老翻车 今天通经这个 明天一说 哦 法律 哦呦 啪啪打脸了 经常会出现这个 站错队了 老翻转 但是现在 他也在慢慢培养大家理智和成熟 现在说 等一等 让子澹再飞一会儿吧 先不要加评论 人在进步在成熟 人在无限追求自由 但是我没有追求法治 没有法治 这个社会不安定 其实我们还是借古人 在说今天的事 都好看清楚了 好看哦 好看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